今天我們要講的是話題結構 話題結構其實在每一本的語法書 每一本的課本裡面都會有提到 那話題一般來講就是在主語的左側 出現了另外一個 不管是在漢語裡頭是很多元的 名詞組、動詞組 或者甚至是小句子 甚至多餘一個的成分在主語的左元 那這就是一般我們認知的話題 但話題跟其他句子的成分之間的關聯性 在語意上我們說叫做About this About就是關於什麼 所以話題跟句子就是一個相連 有關的那個連結 那這邊來講倒是說 我們選用的這個黃聖德、雅飛、李彥慧的這本課本 是我這個講義主要的主軸 就是編輯的講義主要的主軸 那不是說其他課本裡頭講到話題的 或是一些描述性的語法書裡頭講的就不重要 那些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基本上是那些東西是同學們可以自己看 就可以比結到大部分的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拿到課堂上來討論 那但是我的講義就是以這個黃這本書的這個章節來開始講 那這個章節一開始就講話題是一種非論員一位 原因是因為它出現的位置不是一個論員的位置 論員的位置是什麼?什麼是論員或論員的位置? 那個義華的說說看 嗯... 日語言是不是它本來的SVO的結果? 呃...不是...不是... SVO結合是語序 你說我知道那個課本裡頭有講 一開始就講到語序 那論員跟非論員所謂的A-movement跟A-bar-movement A就是stand for argument 嗯...論員就是argument 然後非論員的話 我們叫做A-bar 好...那...嗯...什麼叫做論員喔? 論員這個圓 其實就是一圓二圓的圓 好...那我們知道那個動詞呢 有一圓動詞、二圓動詞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英文的transitive跟intransitive的區分 一圓的動詞呢 比如說像睡覺的睡 它只需要一個名詞組 就可以讓這個動詞的語意得到完滿 所以當你就說張三在睡覺 句子就完滿了 可是呢...像打這種動詞呢 它必須要有兩個 所以你必須說張三打理次的句子才講完 你說張三打的話 其實句子沒講完 不過打理次句子也是不完整 這就是一圓二圓動詞的區分 那...論員的結構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句子當中以動詞為中心投射出來 對於... 一定要... 結構上必須要讓這個句子完滿的 角色有幾個 所以這個一圓動詞就是一個角色 就是一圓 那一圓動詞就是兩個 好...那...論員的一位 就是移動的時候 它的落點、它的位置是在論員位置 比如說竹語 比如說冰語 那非論員的位置就是比如說像話題 為什麼話題是一個非論員 Abar的位置 Abar的一位 因為它移動的位置是句子竹語的左側 竹語是一個論員嘛 可是話題不是非必要的 當我們說這本...譬如說黃語 魚我只吃黃語的經驗的句子 我只吃黃語其實本身就是吃的論員已經完滿了 吃的人是我 黃語是被吃的東西 二圓動詞 但是當你說魚我只吃黃語的時候 你多了一個東西在我足語的左側 請問這個魚 我只吃黃語的魚 是吃必要的論員嗎 我吃黃語 你說吃黃語 或者是說我吃 句子是不是沒有滿足二圓動詞 需要兩個論員的條件 可是你如果話題沒有出現 就是魚我只吃黃語 就是說我只吃黃語 那句子有不好嗎 其實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非論員就是話題其實它是一種非論員的位置 好 那語言學家呢 一早就注意到非論員一位呢 在英語裡頭有像ABC 而一二三這三個句子這樣子 比如說疑問詞的一位 本來you like someone 那你變成疑問句的時候是who do you like 那這個who出現在句子也是左緣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個非論員的位置 然後I wonder who you like 也是一樣 這個who也是移動到小句子當中的左緣 那另外就是the man who you like 是關係重句 這個who呢也是它是一個關係代字 是從like的冰語的位置移出來 你看到那個後面有一個t有沒有 然後寫個小小的i t就是trace的意思 trace就是痕跡 它表示的是移動 東西移走之後 移留下來的痕跡 所以jong i like 本來是i likejong 然後你如果要成立一個話題結構 你可以說jong i like 甚至或是jong i like him 但是這個位置 話題這個位置是在i的左緣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非論員的位置 那這種疑位叫做非論員的疑位 那這三種都是英語裡頭非論員的疑位的位置 那這些非論員疑位在英語裡頭有著一些特性 首先就是存在著一個空位 就是那個ti的位置 那跟前面一個非論員的先行語 就是前面一個a bar的位置有一個antecedent 例如 例句1、2它這裡有寫邊緣的位置的那個疑問短語 還有第三句它的左緣那個非疑問短語 這是第一個 就是它必須跟它原來的位置有某種連結 那至於說現在這某種連結是不是真的有疑問 我們後面還有課本還會做討論 那先行語跟空位的關係 它可以跨越多個界線句子的界線 所以比如說是你們看4B的第一句 This is the girl whom I think that don't believe that bill like 你有沒有發現它把它做成一個 Bill like是一個小句子嗎 但這裡有層層疊疊疊很多很多的子句 一直embed一直內牽小句子在句子裡頭 當作句子的兵語、句子的哺語一直牽到裡面去 那你會發現它原來這個like 兵語的位置 已經跟它移動到這個whom的位置喔 已經是離很遠 離很遠已經離兩個至少兩個句子的界線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無界一唇等一下可能會講到喔 就是下一個就講到 像這個的話就是移動到很遠的地方 就是它跨越了很多界線 那話題一樣也是 That girl I think that don't believe that bill like 本來的小句子 bill like that girl 對不對 然後你要為了要讓 that girl變成一個話題 強調它 你把它移到最左邊 所以這時候變成 它移動超過幾個界線 Bill的左邊 John的左邊 跟I的左邊 對不對 移動三個 那像這樣子關係 他這個4C有講說他們的關係叫做 無界一唇 這裡他講的是一唇關係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那請你自己寫一下 無界一唇 無界一唇就是沒有界線 可以很長的界線 無界 我剛剛沒有講錯是不是 如果講那個名詞上有一點點出路 我們在 我翻譯上有一點點出路 我們在告訴我 無界一唇 long distance dependency long distance dependency long distance dependency 那這種一唇的條件 這種你看起來好像它可以 跨越好多句子 所以它其實跟它本來 比語 就是這個語意是 Bill line的比語 對不對 跟它本來的位置已經離很遠了 又不是沒有規範的 怎麼說 比如說像 孤島 它就非常的敏感 什麼叫做孤島 我們同學知道 孤島 會語要不要 說說看 在你們看的那個 看過程當中 孤島是什麼 island 有聽過這個詞嗎 首先 沒有聽過 孤島其實很簡單 孤島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句子當中 句子結構當中 有時候你可以造一個很複雜的結構 讓這個結構複雜到什麼呢 複雜到你從裡頭 如果做一個東西移出來 比如說話題要移出來 會讓整個句子的process 整個句子的 你理解這個句子 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以前就有人發現說 因為英文是一個疑味的語言 那英文就有人發現說 有一些疑味 它如果疑味出一個chunk 一個 所謂的孤島 一個句子的複雜結構 就會造成句子壞掉 怎麼樣叫做孤島 比如說 老師常常造一個句子是 張三盪了 喔 老師 老師盪了張三 這不是張三盪了老師 對不對 搞不清楚 誰是老師 老師盪了張三 的小型 請問這是什麼結果 什麼 這整個是什麼 一個什麼字組 名詞 那你如果先看老師盪了張三 那你如果先看老師盪了張三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小句子 對不對 主要的動詞是盪 二元動詞 主詩者 受詩者 對不對 可是你 要下了的 編成修士語之後 可以讓他 形成另外一個名詞 那我說名詞 本來就可以當作句子的主語 或編語吧 可以吧 那我就可以說 你說 再下一個動詞 下壞了 動不 大家 張三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可是老師偏偏盪了他 那老師盪了張三的消息 整個是名詞組 嚇壞了大家 又一個小句子 對不對 那這邊是他的動詞組 這樣 可以嗎 好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 他說這個是一個複雜結構 這個叫做複雜NP 就是NP裡面有一個句子 好我現在中一個句子 就是 張三啊 這個 定語 放到主話題 變成話題 張三啊 老師盪了的消息 消壞了大家 其實這句子好還是不好 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唸一次 你們眼睛閉起來 我唸一次喔 老師盪了 老師盪了張三的消息 消壞了大家 這OK嗎 對不對 張三啊 老師盪了的消息 消壞了大家 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就是一個孤島 為什麼 這個 這個句子 這個主語 是個非常的複雜的結構 從這個結構裡面 你又去把它的位置做 dislocation 位置放在別的位置 那你process這個位置的 這個句子的時候 它所有的步驟都沒有違反語法規則 漢語你本來可以做話題啊 那這個句子建構的時候 你每一步你都符合這個 語言語法呀 誰可以當名詞 誰可以當句子 都沒問題 但為什麼不好 我們在運作那個句子的時候 這已經很複雜了 process很複雜 語句的運處理的時候複雜 然後你又做儀位 所以本來在處理上就會 會像類似當機這種感覺 句子會不好 那這個我們就叫 這個東西複雜的結構叫Ilen 然後移出來這樣子造成違反 我們叫做Ilen effect 好那英文叫Ilen effect 中文我們叫孤島 跟孤島效應 可以吧 好那現在回來看6789 哪些東西是孤島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複雜NP 孤島 你做了一個很複雜的NP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孤島 你移東西出來就是不行 所以是不能從複雜的NP裡面去進行提取的 那英文的例子像是6 有沒有 那中文的例子就是類似我這樣子 說的話 那複雜語孤島 不能從複雜語當中提取 請問你能不能造出一個複雜語 愛島 孤島漢語裡頭的 有些人說漢語裡根本就不會有孤島 為什麼 因為漢語本來就不是一個一味語言 所以他認為這個 即使你做了話題話 主題話 你移出來之後 逐漸在左邊 其實它是本來就長在左邊的 它不是一味的 等一下會我們有一些辯論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沒有移味就不會有孤島的效應啊 沒有東西移出來 回到第7 複雜語孤島 比如說 the girl who you got jealous because I pressed 那本來那個 who是從pressed 冰語的位置 那一樣是移出來 那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複雜語孤島 看你們裡頭 這我就不屑板說了 中文的複雜語比如說像什麼 條件指句 因為大家都 因為大家都沒辦法來 老師決定取消島生宴 主要指句是什麼 老師取消島生宴 然後附加句就是因為大家都不能來 對不對 這是一個兩個小句子的複雜句 對不對 主要指句是 老師決定取消島生宴 好 那因為指句就是 那或者是比如說像 介系詞組 複雜的介系詞組 比如說 張三對老師 張三對老師的 教學 一向 一向 很有意見 對老師的教學 他就是階系詞組 然後你就不能從裡面 一東西出來 比如說張三對 的教學 有很多意見 或是張三對老師的 或是張三對老師的 有很多意見 就是你只要把 意見張三對老師 有張三 對不對 意見 對不起我等一下有混亂 意見張三對 的教學 有點意見 老師張三對的教學有點意見 老師張三對的教學有點意見 這個可能要寫下來比較那個 好 那所以比如說 像剛剛那個句子喔 就是 因為 大家都不能來 老師取消島生宴 這是一個複雜語之句 所以從這裡出來 大家啊 因為都不能買 老師裡面取消 這就會是一個複雜語孤島 OK 那族語孤島呢 其實我照這個句子 不只是複雜名字 它還是一個族語孤島 為什麼 下的族語 是整個很複雜的 複雜族語 對不對 那如果你從這個族語出東西 是一個族語孤島 所以 the girl whom you said that John like is important that girl you said that John like is important 他在看的是is important的族語 很複雜 然後你從你頭去提取 一個東西到左邊 是不行 疑問詞孤島 漢語沒有疑問詞孤島的問題啊 因為我們沒有疑問代詞 所以比如說 the girl which you remember where I bought 這裡有一個which 又一個where where I bought 是表示location 對不對 那一樣從裡面語出來的話 會是有不好 好 所以 以話題結構來說 首先這裡的結論是 第一個我們是一個 非論員移位 所以移位到句子 左邊是一個Abar position 非論員移位 然後另外Abar position 跟它的原來的gap 原來的空位的位置 形成一個無界移存 它是可以移很遠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個移很遠的 不是沒有條件的 就是當你遇到孤島的時候 是不能移的 可以嗎 到目前為止 這重點很簡單 那漢語裡頭是話題很豐富的一個語言 那簡單來說什麼是話題 就是易華剛剛講的 話題結構就是它的語序有一所變異的 所以比如說第14A 我音樂很喜歡 你發現那個很喜歡本來的B語走到動詞前面 對不對 那不過這句子可能要做一點contrastive focus 會比較更好一點 那你可以說我音樂很喜歡 舞蹈不喜歡 這句子就會更好一些 那不管怎麼樣這個是其中一種 那B句呢是音樂我很喜歡 那是OSV的一序 在這本課本當中把這兩種東西都叫做是某種程度的話題 那實際上 如果你做對語法的研究有興趣的話 你會發現 句法學家其實是把這兩個句子呢 把它分開看的 A句呢一般把它取一個名字叫做冰語前置 冰語前置 英文叫做object fronting 冰語前置呢 它是出現在動詞前 不是在主語前 那話題結構就像14B 它是讓一個名字組出現在整個S的前面 不過呢這個SVO的這個語序會有所限定 比如說你這個名字組提到前面 你要出現在動詞前或出現在句首的 它有一定的限制 它不可以是無定或者是非書子 什麼叫做無定 什麼叫做舒子 英文叫definite跟specific 什麼叫definite 漢語言學 學過漢語言學 什麼叫做definite 舒子 其實這是在講一個名詞組它的指涉 是不是說話者跟聽話者都知道的 比如說15A 我再找一本書 先不要講15的例子好了 先講一本書 你說我喜歡一本書 請問有說說話者有特定值哪一本書嗎 我喜歡一本書 沒有 可是當你說我喜歡這本書的時候 有沒有特定哪一本書 就是定值跟非定值 就是定值跟非定值 然後呢 定值的情況是說話者跟聽話者都要知道 比如說一華 幫我拿來昨天那本書 請問一華知不知道是哪本書 他不知道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知道 對不對 我知不知道哪本書 知道 可是當我說一華 老師很喜歡那本書 也是知道的嗎 說一華 幫老師拿來一本書 幫老師找一本書 請問我知不知道是哪本書 一華知不知道是哪本書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當我說一華 你幫我拿一本書來 他不知道是哪本書 可是當我說一華 你幫我拿那本書來 他知道 這個就是書籍跟非書籍之間的差別 所以說話者聽話者都知道的 是叫做definite 定值 說話者知道跟聽話者不知道的 這我們叫書籍 可以嗎 好 所以當看十五 我在找一本小說 一樣是一個數量詞組 有數量詞一 有量詞本 有一個名詞組小說 一本小說 這個數量詞組的結構 你出現在冰語的時候 我在找一本小說 其實它是不能是定值 也不能是書籍 我再找一本書 聽話的人不會知道是哪一本書 當你說我一本書在找 這個句子是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一本書本來就是沒有特定是哪一本書 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到冰語前置 就怪怪的 放到話題更怪 一本書我在找 你一定要用定值的 你一定要說這本書 那本書我正在找 對吧 那一樣公版名詞組在動詞位置出現的時候 通常它會被認為是有定的 除了定值跟書值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名詞組的 interpretation解讀 叫做 generic 泛指 泛指 泛指是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狗有四條腿 狗有指哪一條 你指狗嗎 沒有 它是一種泛稱狗 一樣 書 我很喜歡 其實有沒有指哪一本書 聽話者更不用說是聽話者知不知道哪一本 或是說話者是特定指哪一本 它只是一種泛指 那公版名詞組常常會被拿來做泛指 但也不一定 比如說當你說書我會看的時候 就是它出現在話題結構的時候 欸 那不是泛指喔 那你說我書會看啊 你不要再說了 其實是有沒有特定的書 是有 對不對 比如說明天就期中考了 然後媽媽就說 欸你在幹嘛在鬼混 我說啊我書會看啊 你不用擔心 那其實是在明天期中考的書 不是泛指所有的書 對不對 可是你會說我會看書 我會看書 如果沒有前後文的話 其實它的意思是什麼 或是我喜歡看書 事實上它是泛指書 對不對 所以當光感名之主出現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如果是在動詞前 它其實都會被視為是有定的 然後另外一個關於話題的特性 就是SVO語序裡頭 只有這種固定的語序 它才可以允許NPI 什麼叫NPI 英文叫做Negative Polarity Item Negative Polarity Item Negative就是負 Polarity是雙極的 極性的意思 負那個什麼 Negative 否定 否定即性詞 否定即性的物件 什麼叫做Negative Polarity Item 它必須要 只能出現在否定句裡頭 而且是要在否定詞的範域內 才能被允許的名詞的修飾 或者是任何的詞類 任何的物件 叫做NPI 比如說像 any any 你不可以說 I like any book 通常你會說 I don't like anything 但你不會說 I don't like 你不會說 I like anything 任何也是要在漢語裡面 你會不會說 他寫了任何書 會不會 不會 你一定要說 他沒寫任何書 句子才是好的 那像這個任何喔 他一定要在沒的裡頭 如果你把這個書移走了 把任何移到沒的左邊去了 他也沒有被否定詞 這個negative所暈可 所以他也會句子不好 所以比如說 他什麼書沒寫 非常奇怪 但他沒寫任何書 如果放回你原來的兵語位置 其實是好的 對吧 什麼書或任何書 他沒寫 怪怪的 這時候要補救的方式 就是說 加上都或也 你如果說任何書 他都沒寫 句子就好了 可以嗎 所以這邊講到的是 我們認為呢 所謂的話題是跟語序有關係 那語序主要是兵語前 提到前面 跟兵語在聚首 那叫做話題結構 這是根據這本課本 可是我剛剛跟你講了 有些人會把14A這種語序 動詞前的名字 叫做是兵語前誌 然後 兵語前誌 我有一篇小文章 之前寫的 然後可以放 也放在那個 NTU序裡頭 歡迎大家給我引見 那16是在講 光反名詞組 在出現在動詞前的時候 被視為有定 然後呢 像這種語序還有一種特色 就是他會讓你的兵語 移出了否定詞的 翻譯裡頭 所以呢 他會造成 NPI 就是 否定即性詞 他的不允 就是沒有被允可 所以17BC會是錯誤的 這是一些關於SOV跟OSV的共同特色 那他們也有一些地方是不盡相同的 比如說他的兵語如果是有聲的 是animate的話 就是他的論源 他的論子角色可以互相替換的情況下 SOV結構呢 會產生出contrastive interference 叫做對比的解讀 兵語沒有對比的意思 結構就會以OSV來體現 這是什麼意思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是兵語前置 他必須要有一個 你當光說他豬肉吃很奇怪 可是你說他豬肉吃牛肉不吃 就非常好 所以 SOV的情況下 常常我們都需要有對比焦點 contrastive 他豬肉吃牛肉不吃 所以當你說他張小姐不喜歡 其實是有點怪怪的 最好的說他張小姐不喜歡 可是李小姐就很哀啊 OK 那OSV的話呢 就不需要這樣子的差別 所以像19A 我張小姐不想追 李小姐才想追 這個是在把那個 原來那個 B語的位置 trace的地方放了一個代詞 這個我們叫做接印代詞 他也有另外的翻譯 那個後面還會看到 那不管怎麼 一般我們認為 把他放進去之後會修補他 所以張小姐我不想追他 實際有告訴我們的是 如果你是做兵語前置的話 你不能把代詞放回去原來 控缺 控格的位置 可是呢 如果你是做話題 像是OSV的語序的話 他原來的位置可以加上接印代詞 他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有講到說 足語呢 一到句首的時候 他可以跨越好幾個句子的界線嘛 對不對 那個英文的例子是這樣子 那 呃 漢語裡頭呢 只有OSV可以 SVO是不行的 所以像21跟22的對比 你書認為他看完了嗎 你認為他看完書的書 本來是看完的兵語 他移過他的主語他 又移到了 認為的前面的主語 後面變成你 書認為他看完了嗎 可是22是句子的最左緣 最左緣 書你認為他看完了嗎 這裡一樣有兩層的子句 遷入的子句 有沒有 你認為的是一個大句子 他看完這個小句子 對不對 他看完是你認為的補語 所以有兩層句子的時候呢 OSV可以移到左邊去 22句子是好的 但是呢 SOV 對不起 SOV呢 21句子是不好的 所以結論有兩點 那我們請兩位同學來幫我們讀一下 第一個Bluetepoint 請惠語 這些區別 這些區別 這些區別顯示 SOV和OSV的結構是嗎 或是我們同事套者 對 是可見看 用編圖位 可以是長距離的 就如OSV 或編圖位則 要決定 這異音的F SOV的F 對 所以就是SVO跟SOV的區別在於 對不起 SOV跟OSV的區別在於 所以話題結構 是一個Abar Dependency 是一個非論言儀位 可以移的遠一點 但是呢 B與前置 SOV 它是一個Amovement 論言儀位 不可以這樣 移那麼遠 第二個Bluetpoint 我們請 那個 玉涵 這樣的話 SOV就會是 焦點結構 可是OSV是 增強化的結構 OK 可以理解嗎 它叫它做焦點結構 所以B與前置 是一種焦點結構 可是話題結構 才是真正的話題結構 它兩個上面的結構 它的那個 呃 句法 行為 Syntactic Behaviour 其實是不大一樣 好 在下課之前 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覺得話題結構 剛剛我們講的 都是語序的改變嗎 那話題結構 是不是真的是把 B與做一個儀位在前面 你說老師這有什麼好討論 他沒有儀位 他怎麼會出現在前面 沒有移動位置的話 不是啊 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 他真的是把這個 dislocation移到別的地方 還有一個可能是什麼 漢語就是允許 某一種語序 就是他的那個句子 就跟人家不一樣 全世界的語言都是SVO 漢語就偏偏有一種語序 是OSV 有沒有可能 欸這也是一個可能性啊 你每一個語言他的語序 我不能設定說漢語其實也有這種語序嗎 就是他本來就長在左邊 他不是從兵語以來的 他本來就長左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啦 有些同學他覺得這個句子是好的 張三老師當了個小喜笑話大 他就覺得這個句子好 他就可以說 因為他本來就長在這裡 他不是從這裡來的 他不是從這裡來 他就沒有移出這個什麼 鼓打 對吧 你就說那漢語本來就沒有一位啊 他本來長在這個 有沒有可能 這兩個positive 你覺得 漢語是有一位的性舉手 三個 你覺得漢語的話題 不是一位的結果的舉手 不是一位的 所以本來就長在那裡 欸大家都覺得是一位 有沒有原因 為什麼原因 心地要不要搜搜看 欸你剛剛沒舉手對不對 那應該請一點搜搜看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剛剛看到你舉手了 孤島 所以對你來說這個句子是壞句子 對 然後我想其他的句子 應該也會壞句子 那你認為他沒有long distance 他不能無界於唇 他不能很長的語 因為英文是可以 那我照很多那千句 比如說這本書 張三認為李氏教王武 張三認為李氏教王武去看 這本書 然後我現在變成這本書 張三認為李氏教王武去看 可以嗎 可以嗎 長距離沒有孤島 他就是簡單的factive verb 一直接那一千 張三說 張三認為一件事 李氏教王武看 句子好嗎 句子是可以的 但他不算孤島 沒有關係啊 那移位也是可以移很多啊 只是你不要移等 移出孤島就好 移出孤島是有道理的 是因為他會造成你 腦部處理的那個當機 啊長句子沒有 長句子其實不複雜 OK 所以總結是大家都覺得是移位 事實上 這個是在論文文獻裡面 大大的爭議 像經典的文獻 趙元任 還有誰 那個 另外那個很像男生 很像 你們依法書都會贏的啊 除了趙元任之外 還有誰 趙元任 1987 除了趙元任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我先忘記他的名字 不anyway 經典的語法書大部分都說 花底結構是基礎生成 他其實是不主張是移位的 可是我們剛剛從英文的例子先看 然後看過來 大家都覺得好像是移位 那為什麼 其實 認為不是移位 跟認為是移位 都各自有他的論點 那我簡單的聽 因為大家都講說是移位 對不對 認為非移位的另外一個 很大的原因 或那個證據 其實是gapless 就是沒有gap沒有空位 比如說魚 我只吃黃魚 我吃黃魚 那冰魚還在後面啊 我吃黃魚啊 可是你可以說 魚我只吃黃魚 這個魚是什麼 話題嗎 所以這個話題 如果不是本來就長在那裡 它長在那裡 就是你塞不回去 冰魚的地方 對不對 那你可以有別的凹的方式啊 不過anyway就是 這個是一個 等一下我們下一節課要討論的 很大的重點 就是有兩派的人認為話題結構 生成的方式不同 一種是認為它真的就是像剛剛講移位來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認為它是基礎生成來的 OK 好 那因為講到這邊是一個段落 雖然我剛剛比較晚開始 我覺得應該可以多講演 但是還是切在這邊好了 我們下課休息10分鐘 待會兒我們就來討論說 話題結構的生成是怎麼推導來的 好我們繼續喔 所以剛剛講到說話題結構的推導 到底是由一位來的呢 或者是 或者是基礎生成 基礎生成的意思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呃 本來就長在左緣 本來就是 呃 句子結構就允許這樣子的一個儀序 它並不是移動來的 好 所以這邊有提到這裡兩個 bullet point 呃 第一個請易华幫我們念一下 儘管 儘管從儀昌的例子看來 話題結構是非論人儀位 但對於這問題話題是由於 是由儀位推導基礎生成還是兩者皆是 事實上一直都存在的正義 對 所以就是 嗯 一個可能是它是儀的 第一個是它本來長在那 那當然也有一個可能是兩種都有 也就是說 英文那一種儀位的也有 它事實上漢語也有 本來就長在那 當然這是一個邏輯上可的情況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呃 第二個 bullet point 請心地念一下 對 所以我們剛剛提的那個例子 水果我最喜歡香蕉 然後冰魚都是香蕉 或者是 魚我只吃黃魚啊 還有很多 譬如說 經典的句子 這場火 幸虧消防隊來得早 來是一個原動詞嘛 消防隊來了就來了嘛 沒有來什麼冰魚的問題 那 可是前面可以加一個話 你是這場火 所以它其實是放 放不回去的 好這些都是一樣 那對於這些例子的推導 一個是基礎生成 那如果 你認為它 不是基礎生成 對不起 是基礎生成 你如果認為它是基礎生成 還有兩個可能 什麼可能 一個就是 就是 它本來長那也沒錯 對不對 它直接長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也是長在左遠 可是它跟它的冰魚 還是有某種關係 比如說水果 我最喜歡吃香蕉 你也不可能說水果 我最喜歡 呃 李四 我的意思是說 話題跟它冰魚的 空缺 所以雖然看起來 冰魚 位置 話題放不回去 看起來是 gapless 是沒有 沒有gap的 不過 它必須有某種關聯性 所以你不可能說 水果 我最喜歡 李四 之類的 那基於這種 可能性的限制 實定學者 10日 這裡的1992年的文章 它就有一種說法 他說其實呢 我們推導還有一種可能性 它雖然是基礎生成的 可是可能像25這樣 它其實必須是水果 我最喜歡水果中的香蕉 這樣子來確保 來確保 來確保 前面的水果跟後面的香蕉 是有關聯性的 好 那看個刪掉的地方叫做 呃 三 是刪略 刪略的基本原理是說 前面講過東西後面不用再講一次 比如說 呃 這是張三的書 那是李四的 你反而講書出來還不好 為什麼 這是張三的書 那是李四的 就很好了 可是你不用說 這張三的書 那是李四的 書 講出來 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這書已經講過一次 就不會再講一次 那刪略有一些規則啦 所以可以在樹狀圖去定義 我們最後一兩節課之後會講 就是 他的基本規則就是說 呃 好 下次再講好了 他的規則下次再講 那所以呢 沒有空位的話題結構 對不起 只是先移位再刪除的方法 需要從修士語 或是離書者的位置進行移位 那漢語裡頭其實是不允許的 他講為什麼二十五 這樣是 不是可行的辦法 意思是說 你是把它當成是一種 所有格修士語 然後把它刪掉 或是說把它移到前面去 比如說水果 我最喜歡水果中的香蕉 那個水果 它本來是水果中的香蕉 然後你讓它出現在左圓 對不對 可是漢語本來就不允許這種 零屬或者是修士語的 跑到前面去的問題啊 所以比如說像張三 我最喜歡張三的爸爸 你如果說他是張三 我最喜歡爸爸 是不是有點奇怪 把張三放到話題裡頭 那既然這個語言 本來就不允許這樣子的 你怎麼說二十五是這樣子來的 懂我意思嗎 他的道理是這樣子 那這種 如果你把它認為是 張三我最喜歡張三的爸爸 其實是把張三遺到前面 張三我最喜歡爸爸 水果我最喜歡香蕉 魚我最喜歡黃魚 你如果把它認為是一種 修士語或離主者 跑到前面去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 其他語言是有的 像德文其實是有這樣 其實有些漢語的例子 看起來也像是有 比如說死是一言動詞 父親死了 不會死某某人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說王勉死了父親 不是說王勉七歲上死了父親嗎 那其實有人就說這個王勉啊 看起來在主語的位置 王勉死了父親 其實是死了王勉的父親 王勉的父親是屬格 然後把王勉的移到前面到主語 進成一個A論 一個變成王勉死 七歲上死了父親 聽過這句話吧 OK 好 那有人是這樣講啊 那這種 Posential Rating 字語是不是 看來裡頭一定有 大家也是在這種 那基本上就是 像26這樣舉的 是不行 好 所以因此這邊 什麼什麼什麼 來我們請余孩幫我唸一下 因此 封衛的話題結構師 無將那可能是基礎生成的 因為跟余話題 可入關期的相關性來解讀 OK 好 所以他說這個叫做 Aboutness 我們上次去聽了 楊財衡 楊財衡來跟我們講說 講了好幾次 Aboutness 對不對 一般話題 跟整個句子之間的語役關係 Interpretation 的部分 我們認為是Aboutness的關係 好 好 那不過這邊新地方 我們等一下 這邊有證據顯示 它不是基礎生成 剛剛那個gapless 它沒有gap 它沒有空位 所以表示是基礎生成 那現在有這個證據顯示 是非基礎生成 意思就是它是移位的 看一下28 江山他走了 走是一元動詞 他是他的主語 張山這裡顯然是一個話題 對不對 那恰巧 張山跟他是共詞 好 那張山他不認識 認識是一個惡人動詞 所以 應該是某某人認識某某人 對不對 那請問你們這裡的解讀 張山他不認識 首先句子是可以的嗎 句子沒有不好 可是不好是什麼 為什麼讓這句子不好 是因為他跟張山共旨 就不好 對不對 如果張山他不認識 這里面講的是張山 張山不認識 非常奇怪 張粉紅不認識張山 對不對 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對 那可是他29 他不認識張山 他不認識張山 這個句子也不好 不好的情況是他跟張山要共旨 可是如果他不是共旨呢 他不認識張山 這個他是另外一個人 句子可以嗎 欸 perfect 完美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 那個28 B裡頭 他為什麼不能共旨啊 因為28A明明顯來顯示可以啊 張山他走了 是不是 為什麼 我們學過binding principle 如果從binding principle看 有 有辦法解了 有辦法說清楚 為什麼28A 共旨可以啊 話題跟一個主語共旨有什麼不行 為什麼28B是不一樣的 好 什麼想 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是要兩個不同的 兩個論員不可以共旨 兩個論員不可以共旨 欸 認識要兩個不同的 這個是算是什麼 就是什麼規則 就是說是動詞 他的論員 就是指定不能夠是同樣一個人 還是這個能不能共旨指涉 明治組的指涉 還是一樣回到binding principle去講說 大概代詞可以指涉誰 專用名詞可以指涉誰 這可以解釋 我們先看那個28B齁 他這句子裡面有兩個名詞 一個是張山 一個是他 對不對 他是什麼 他如果 你從binding principle 三個原則裡頭的三種名詞組 他是其中的哪一種 他絕對不是照應你嗎 不是他自己 他是不是代詞 還是他是專用名詞 他是代詞 那張山是專用名詞 所以 他是要用principle abc哪一個來解釋 記得嗎 binding principle 約束三原則 約束三原則 約三則 A說 照應你 在他的範語裡頭 最小童俠 範語裡頭 必須要是 A約束的 代詞 必須是 在他的範語裡頭 是自由的 然後 專用名詞 他的指示就是專用名詞 特定的那個人 沒有 在所有的環境都必須是自由的 所以 這裡的張山 他不認識 這個他是 binding principle b 代名詞 對不對 所以他能不能指示到 在他範語當中的 另外一個對象 這有那麼難嗎 欸 欸 你們馬上忘記了 不是上個禮拜才講過 binding principle B是什麼 張山說 李氏 不喜歡 自己 而不是 張山說 李氏不喜歡他 請問他可不可以指李氏 張山說李氏不喜歡他 可不可以指張山 可不可以指其他人 為什麼 他不能指靜的 他不能在範語裡有其他人跟他共職設 對不對 張山說李氏不喜歡他 他是必須要別人 或者是張山 不會是李氏 記得嗎 這是binding principle b 對不對 好 所以回來看28b 張山他不認識 他跟張山共職了 有沒有違反principalb 哈囉 嘿嘿嘿 對啊 違反啊 他共職的話 句子就會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 對於principalb 他有 他確定就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張山 他不認識有沒有違反principalc 28b的句子有沒有違反binding principlec binding principlec說 專有名字的紫色 是他專有名字的紫色 所以他在任何地方都必須自由 他不可以跟別人共職 這裡張山跟他共職 對不對 好 那你說老師 你說28b 又違反了principalb 又違反了principalc 那為什麼28a可以 28b不行 那他不是也同樣 他長得一模一樣 他是不是同樣違反principalc 違反principalb嗎 所以這一組句子到底說了什麼 這證明28a跟28b它是不同的結構 絕對不會是同樣一模一樣的結構 要不然的話28b錯了 是因為違反binding principle 28a也應該要錯啊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呢 如果這個28b它原來句子是 他不認識張山 句子也會是錯的對不對 錯不是在說認識是 認識動詞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 它是二元動詞啊 反正就可以一個足魚一個冰魚啊 但是錯是錯在他和張山共職二 所以29其實是28b本來的樣貌 只是28b你把張山做了話題化 變成28b 看得出來嗎 所以29是壞的 28b那就是壞的啊 因為28b是你把29拿來當話題化的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個儀位嘛 可是28a它是基礎生成的 所以它要不要放回去本來冰魚的地方 事實上也沒有冰魚的地方它要放 因為這是gapless 走那個冰魚 所以它本來就基礎生成啊 所以28a是基礎生成 28b是壞 所以也有人說 這兩種結構都有啊 可以理解這個論證嗎 那一樣32a是同理可證 同樣的道理 張山他說李四走了 張山他說李四看見了 一樣32a是一元動詞 所以它後面本來不會有位子 gapless 32b看見的本來一定要有被看見的東西 其實是冰魚啊 被看見的人或是弱物 對不對 好請同學解釋一下 為什麼32a可以32b不行 然後這又說明了 跟話題結構有什麼關聯性 嗯 一髮八說說看 32a是怕話題結構 所以張山他說李四走 就跟28a有什麼情況 差不多 哦 他是沒有gap 沒有空位的 沒有冰魚位置的 對 然後 第二個32b 比如說張山 他說李四看見了 他這個就有點 這個有點像 28b那種情況 他違反地面C 對 那他之所以違反 是你要把那個張山 塞回去他原來空位的地方 看到那個看見的右邊有一個小寫的1 字母1 有沒有看到 然後 字母1的旁邊也是有一個i index i 有沒有 他也是指張山跟這個小1 共指 那這個1代表是empty的意思 英文的empty 就是空位 所以看見了後面冰魚有一個空位 他其實是跟張山共指 有沒有 那你如果把張山放回去他的空位的時候 他違反了principal CR 因為張山不可以跟他共指 所以這個句子 why 是因為他的生成方式是 從下面上來的 他是一種移位過來的 那32a可以 原因是因為他雖然表面長得跟b一樣 都是張山然後有一個他當助語 然後有一個後面有一個衛魚對不對 可是32a的句子是好 所以可見這個topic 張山他的生成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基礎生成像a 一種是移位像b 那移位的東西 你必須把它歸建回去 重建回去 然後 如果你本來重建回去的句子就是 壞 那你當然做了壞的話還是壞啊 對不對 所以就造成了32a是好 32b是壞 所以他表面都長的一樣 都是一個話題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介紹了一個概念 就是重構效應 英文叫做reconstruction 他的意思就是 必須把 你如果是移位的 你要做binding的時候 你要觀察他的 約束的 紫色的 行為的時候 你必須把它歸建回去他原來的位置 所以這叫做reconstruction 所以他說 類似 類似的 違反約束原則 a和 重構 與戀約束 效應有關 這個語 其實你把它改正 一樣的錯字 是and的那個語 老師與我的那個語 所以35 自己的書章3都睡著了 自己的書章3不想看 這個自己是principal a還是b管的 是a還是b管的 binding principle a還是b b a對 沒錯很好 所以35a裡頭自己的書 他必須找到 自己的指射對象 對不對 可是你發現他想要指射的是張3 所以句子是很不好 這個句子不好還有好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睡著了本來就是一個意願動詞 可是你說老師睡著了 是意願動詞 可是他就不能有話題嗎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話題 如果是他本來的論員的話就不行 那如果他本來就是話題 就是非a論員 就是非a非論員的話 看起來好像可以 可是這裡一定讓他錯的原因 是因為自己指射的對象是張3 可是自己卻不在張3的翻譯內 自己比他還要高 在左側對不對 那35b自己的書章3不想看 這句是確實好的 為什麼 你說老師A不好 為什麼B好 他長的表面也是一模一樣 這時候你一樣要用reconstruction 把自己的書放回去 看個冰雨的位置 然後你做共子 發現自己跟張3 自己是不是在張3的翻譯內 自己是不是有跟張3 coindex 共子 共子色 如果有的話 他就符合binding principle A 對不對 那張3也符合b 為什麼 因為在他比張3更高的位置 沒有人去約束他了 你要把他重構回去 自己的書 要把他放回去那個EJ的地方 可以嗎 這就是我們說他說有一個重構效應 好那我這裡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學到了兩件兩個句法原則 第一個就是那個 反身代詞 所謂的造音 或者是 對 所謂的造音 他必須要做binding principle A 是要做coindex 跟人家共子 然後呢 話題結果又有疑味的 如果這兩個operation 這兩個動作都必須 施行在一個句子上面 請問誰先誰後 現在有兩個語法規則嗎 一個叫做principal A 為止 一個叫做話題一位 對不對 哪一個會先發生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先後次序 第二個就是哪一個會先發生 為什麼 我們可以跟同學討論啊 給你們三分鐘 一分鐘一分鐘就好了 打開 嗯 壞 壞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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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里面移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要检查 所以把它移回去看 所以呢 移出来这个动作 叫做话题化 我们现在这个 整个课都在讲 topicalization就是话题化 我没有讲重构啦 重构是特别讲说 我们要检查它放回去啦 那表示说它是移出来的啦 那现在就是移出来 话题移出来这个事情 跟 finding principle coindex的事情 就是它要找指涉对象 找指涉对象一定是往前找嘛 一定是跟方向有关嘛 你要不要再 把刚刚的话重新整理再讲一次 其实你刚刚讲对了 只是那个 说话的那个 你的概念是对的 但是说话的那个 语词 你再陈述一次 再讲清楚一次 我的问题是 就是话题化就是一到左远这个动作 跟 对斜 coindex做binding这个动作 这两个operation 这两个操作 谁先谁后 嗯 你刚刚讲对了啊 所以再讲一次 讲清楚 嗯 一位先 嗯 嗯 coindex 没办法做啊 自己要往前找到谁 心地你要不要用你的话 把同样这件事情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我的问题是话题化 话题化是什么 话题化有两种 一种是把兵与东西移到前面去 一种是基础生成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一位这件事情 跟做binding这件事情 谁先谁后 先一位还是先做binding 好 好 心地收拾它 试试 先把兵与完之后 然后再把话题移回到 那如果35b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先变成 然后三个不想看后的书 然后用百名字的 图片位置 嗯 然后再话题移位 变成自己的书 让他不想看 对 所以binding要先做 做好了之后 再把这个东西做 话题化移出去 才可以 对不对 好 那嗯 刚那个 这个讲义这边 编写方式是讲说 我们为了看35a跟35b的差异 为了要看35a跟35b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书 重构回去 看 懂我意思吗 好 那 嗯 重构回去 这个基本上 跟binding不binding 没有次序的关联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把它放回去看 其实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主题化 话题化 移出来这件事跟做binding这件事嘛 对不对 好 重构效应的存在就证明 其实它本来是有移味的啦 所以它是跟移味有关的 好 那移味有关 它这里有提出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种醋 你千万吃不得 它的刀我不敢开 为什么要用习语的例子 请问这种醋你千万吃不得 这个吃醋是真的有一瓶vinegar 只有一瓶醋 然后你在喝嘛 不是 我们有一个习语 就是吃醋就是get jealous 嫉妒别人的那种吃醋嘛 我们在汉语里头 我们讲说它吃醋了 其实不是说它拿一瓶醋在喝 但有这个可能性啊 对不对 它在吃醋有可能是 它真的在喝那瓶醋啦 不过其实习语的解读 就是 依脸成语的解读 应该是它嫉妒嘛 像这种成语很多 那为什么这里要讲 它要说的是 你必须把它规贱回去看 可是有些时候 那个移味会破坏 习语的成语性 就是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做移味 不可以像吃醋开刀这样去做 它这个是证明说 它要放回去看 它的冰雨 有些是不行的 比如说吃豆腐 我最喜欢吃豆腐 其实是奇异的 一个是我真的就是喜欢吃那个食物 豆腐 对不对 张三最喜欢吃豆腐 也是奇异的 它一个是 它真的喜欢吃那种食物 第二个是 它喜欢占女生的便宜 可是当你做成语做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张三最喜欢吃王妈的豆腐 这还是其异吗 好像也还有啦 就是说王妈可能吃豆腐 量造制造的那个老板嘛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说话题话 王妈的豆腐张三最爱吃 就是 请问是哪一个豆腐 请问王妈是豆腐店老板 就说王妈跟张三有那个外遇 呵呵呵 你们觉得 豆腐店 豆腐店 其实成语的语意就被淡化了 就你不会马上得到那个意思 当你第一次听到说 张三最喜欢吃王妈豆腐 其实你最 因为成语是那个鱼很强的 那一定要他吃醋 你不会第一个解读是说 他在喝那个醋 你会觉得他是jealous 所以成语性其实是很强的 可是你移味的话 有时候会把那个成语性充淡掉 就回复成他原来的 呃 本来的鱼 就是成语就不见了 甚至更难就是说 呃 豆腐啊 张三最喜欢王妈的 这个有成语性吗 没有 那如果是 呃 如果是 哎呦 这样太好了 比起王妈的 比起小美的 张三更喜欢王妈的豆腐 是真豆腐还是 是 比起小美的 张三更喜欢王妈的豆腐 是真豆腐吧 这个真的就很难有那个 成语性了嘛 对不对 是豆腐 就是这个叫做clap 对吧 张三最喜欢王妈的东西 是豆腐 这个就绝对也不会有成语性了 对 我的意思是说你把它做不同的句式操作 其实成语性都会被弄掉 好 这个我要我要表达的意思 好 那不过37a 跟37b 课本里的例子是要讲说 这个是跟仪味有关 所以你这个吃跟醋不能离太远 只要放回去 这种醋你现在吃的时候 就是吃醋的意思 就是它的刀我不敢开 这些例子都证明了 化皮结构有设计仪味 而不是Lian Thompson所主张的 结构是基础生成的 然后只有相关性的关系 好 那另外一个支持相似论点的基础生成的观点 这个第二点这个好长喔 请同学练一下好了 请这个 刚刚才 会议好了 会议 很久没讲话 第一个常识的论论 议论好基础生成的观点 并受到 询看 询就好了 好 嗯 得支持不过 这里外还指出像 22b这类的句子 有一个自由的空语配 只要满足得到 语用原则 这种空语配 可以解为前语 代名词 或只穿语 然后 当F1c 可被解为前语 就代表 22b会成为 合不语法的句子 而32b的F1c 对理解为代名词 去止一块片的合不语法 这样的推论 显然不正确 嗯 好 所以这里要讲的东西就是说 呃 刚刚讲的是一位是有的 第二点是讲基础生成 那基础生成 就是还有 除了说它本来就是长在那边 它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要为了解释28a b c 我们刚刚的28a b c 那样来解释说 如果28a跟28b结构都是一样的话 不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 所以原因一定是 这个28b要放回去 所以它有移位 对不对 那徐烈炯先生 徐先生他指出的就是说 其实呢 这里有一种 呃 呃 F1c就是free empty category 空语类喔 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像痕迹trace 跟空代词 只要你可以标一个1的 它都是空语类 那空语类有一些原则去找到它的指射 就像binding principle a b c 这样子 明知主要找到指射 那个空语类也有一些原则 所以当你看到28b 我们回去看28b 28b 张三他不认识这个 如果呢 这个他呢 他是不是由binding principle来决定 他可以是由另外的原则 比如说 呃 他是指语境当中的另外一个人 用语用原则来得到解释的话 那28b他不跟张三共识 其实句子就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张三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张三 这个他如果是语境当中的另外一个人 其实句子就会是好的 对不对 好 那空语类这个 呃 是除了 呃 除了Ellerford 就是 除了照应语 除了代名词之外 指称语之外 另外一种 名词的意思 好 那32b也是 32b的句子是 张三他说李四看见的 这个他也是 就会变合法了 好 所以第三个gull point 我们请 硬脸帮我们认识一下 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见有些 那些语背包的词语生存 嗯 相关性关系来介绍 嗯 他则是有非论语语 语味推导而成的 嗯 只是 一些有关的 经党条件的特别的情况 尚未有解释 对 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英文的古导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汉语有些东西 也有古导 那我先跟你们讲 就是 汉语一般的补语是不是孤岛 但是复杂名词组 跟附加语都是孤岛 所以汉语里头要测试孤岛 我们一般会用 Edge on Island 跟Subject Island 就是复杂族语跟附加语来做 好 所以他说我们以致呢 可以从内签的补语重具提取成分 进行话题结构 假设我们认定了 就是刚刚的检释告诉我们 有两种 一种是基础生成 一种是以外的话 32跟28告诉我们的嘛 好 所以呢 40这个东西 张三我知道 李氏觉得你们都会喜欢 显然这个张三是跟 喜欢后面的那个gap有关系嘛 他是一种 话题结构里头 其中一种以外的话题结构嘛 那孤岛里头不能提取 比如说41 李氏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 他从哪里提出来 李氏是从哪里出来的 余涵 你在喝水 那一会儿 41 我们在讲句子 刚刚40那个张三是喜欢的冰雨 我知道李氏觉得你们都会喜欢 张三啊 我知道李氏觉得你们都会喜欢 那41A呢 李氏是从哪来的 你找他的那个 Empty 空格gap的 对对对对 喜欢前面啊 应该要说喜欢前面 喜欢的族语 对不对 所以我认识很多李氏喜欢的人 那你能不能说李氏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 这句话如果要可以哦 如果句子好 其实他解读不会是李氏从那个喜欢前面出来 应该是喜欢李氏 喜欢的后面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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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e是在这里 ei 是在这里 李氏是从这里出来就可以 我认识很多喜欢李氏的人 那你把他说李氏啊 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 知道这个差异吗 现在李氏是 李氏我认识很多人句子不好是因为 李氏是这个 李氏去喜欢别人 这个e在这里 我认识很多李氏喜欢的人是好的嘛 可是你说李氏啊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哦 是什么意思 李氏是被喜欢字 李氏是喜欢别人 眼睛闭起来我那一次 李氏啊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 李氏啊我认识很多喜欢的人 请问是很多李氏喜欢的人 还是很多喜欢李氏的人 李氏是被喜欢的 还是喜欢别人的人 这个都很难吗 很难啊 解读不好的 还是根本就不行 坏句子 被喜欢的人 我的解读也是这样 如果这句要好必须是李氏是在这边 李氏啊我认识很多人 我喜欢的人 如果是主语的 然后你把他话题化 这个operation本来应该好啊 你怎么说主语不能话题化 只是因为他在孤岛里面 所以你把他提出来是不好的吧 不然事实就是好的啊 事实你看你离那么远 事实本来是这样 张三我知道李氏 觉得你们都会喜欢哦 他是喜欢的 冰云可以啊 他离那么远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里41不好 是因为他是 从这里孤岛里面移出来 那孤岛其实有时候 会有主语跟冰云的差异啊 所以我刚刚讲的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移出是喜欢这个冰云 好像好一点 好再来41B 李氏我很喜欢唱歌的声音 请问一下那个余涵 这个41B的李氏是什么 对唱歌前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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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嗯 事实是好的 念前补一句里面 以很远都可以 可是孤岛内是不好 像41 那41的C跟D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本来的空位上 放到了名词他进去 就会变好 李氏我认识很多喜欢他的人 李氏我认识很多他喜欢的人 其实都是好的 对不对 不管是放冰云或者是主语 我这里有一个错误 就是41A跟41C 没有做直接对应 41A 这边画的那个EI 就Empty Index Empty那个是在喜欢的主语 可是41C是在 他是放到了喜欢的冰云 有看到吗 好帮我改一下 就是把他放在喜欢的前面 他 然后把后面那个他涂掉 李氏我认识很多他喜欢的人 好 事实上其实都可以 两个都是这样 就是本来如果句子不好 放进去都会是好的 只是有时候41A 如果是 得后面的E的话 其实是还OK 好 41D 李氏我很喜欢他唱歌的声音 也是一样 把那个代词他放进去 这叫做父子代词 或是我刚刚讲的接应代词 好 这里讲父子代词 其实讲接应比较好 好 那这是我来念一下 这个东西呢 叫做subjacency effect 为什么 像40喔 他可以一 明明就一那么远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41不行 看起来很近啊 为什么反而是远的可以 那这就是因为结构的复杂度的不同 你一出来的本来的位置 那个位置里头结构是不是够太复杂了 好 那对于解释孤岛效应 我们有一个解释的方式叫做subjacency 好 那临近下的意思就是说 他去解释所有的孤岛 你看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孤岛 足语孤岛 附加语孤岛 疑问词孤岛 然后还有什么孤岛 有四五个孤岛嘛 对不对 这几个孤岛他们去统整 他们发现喔 你如果要画成结构树的话 他通通的一致的地方是 他都移出了一个s node跟一个n node s node就是去把这里句子这个跟np的n 两个那个节点 这两种节点喔 他们叫做包丁node 就是特殊节点 那如果你移出来 你移超过两个s或两个n 或者是一个s一个n 这样你就违反subjacency 所谓的临近原则 好看这个 老师荡了某人的消息 下回来大家 这里有一个复杂np当主语 对不对 老师荡了其实是一个小句子 对不对 老师荡了某人的消息 真的是一个名次主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移出来的时候 你移过了一个s node 又移过了一个n node 对不对 你移过了一个这个一个这个 这我们就很复杂了 所以就违反了subjacency 可是呢 你如果是 呃 张三说 李四 告诉王武 提醒王武 呃 呃 交代小美 看这本书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这本书 张三 告诉李四 交代王武 请小美看 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到这边才是一个整个句子 然后你的np在这里 对不对 你没有移超过啊 你没有两个np node 或是两个s node 或是一个np加一个s node 所以其实你最远可以移到 这边 但是你一超过这个s node出去就不行了 就是你变成别句了 句子外面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差异就在这边 ok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临近效应 如果话题结构是移位推导而来的话 这个效应就会发生 成分呢 一般不能移到实态重距的外面 除非移位会经过内签的spec cp 这就是为什么40可以进行移位 但在41中话题原来的关系距离呢 关系距离的spec cp是不可以着陆的位置 他叫连续一位是这样子啦 他说老师你说你这样子一丈远 那你这个句子你也超过了 可是有一个technical有一个技术性解法 是他们说其实这里不是都有一个小句子 小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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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要硬说他都是s 所以老师你已经超过了一个句子 两个句子三个句子四个句子 怎么可能会没有违反临近效应 然后他们有一个技术性的解答是说 其实他先移到这个小句子这边 再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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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都是临近的移 他就没有跨过四个句子 这是技术性的解答 但是我觉得技术性的解答对我们说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就知道说他只是想要一个solution Anyway 你还是得找到一个解答 就是为什么 古导 不可以移出来 移出来就坏掉 那这个却可以 我们直观上是觉得 这就是结构复杂嘛 可是你要讲清楚啊 语法学家不能讲说 这就复杂 这就不复杂 那如果每个句子你来讲 你告诉我是复杂 还是不复杂 对不对 一定要有一个解释 所以临近效应的subjectency 就是这样子 他不可以超过两个所谓的bounding load 两个复杂节点不行 好 那话题是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孤岛 比如说张三我看见的爸爸 张三的爸爸本来是爸爸的左缘 左分支的属隔 他是一种附加语 对不对 修士语 那如果左缘的 对不对 左分支的东西移走 通常也会违反一个孤岛 叫做左分支 left branch 那这件事跟李四梅来没有关系 跟什么什么李四梅来 在跟着那个小屁的那个磁组 是一个孤岛 所以你不能说李四这件事跟梅来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违反两个 一个叫做戒词悬挂 记得吗 戒词 跟本来是个戒系词 所以戒系词组里头的NP 如果一出了戒系词就会变成不好 那也违反了什么 adjun island 附加语条件 adjun condition 那比较特别的是 画笛结构常常会违反 主 主语条件 比如说这本书李四看最合适 主语在哪里 最合适的主语在哪里 李四看这本书 对不对 然后这本书被画笛画了 这句可以吗 这本书李四看最合适 句子好像是还好 对不对 那如果还好的话 他其实是违反的 主语当中不可以出东西 所以主语对这个话题来说 不是一个爱的 有些语言里头主语条件 是很严重的违反 那些中的主语也是一样 小米我觉得李四照顾最安全 最安全的主语是李四照顾 那小米从哪里出来 其实是好的 那同样的MT Category 空泛畴在主语零属的位置 进行提取也是没有问题的 张三爸爸很有钱 主语本来是他说 如果你把张三的爸爸提出来 是左跟之条件的违反 像是42 对不对 可是只要他在零属者 是在主语的位置的话 是可以的 张三爸爸很有钱 OK 所以 嗯 为什么 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42是不好的 可是45是好的 45 45 45那个 欸这里标好像有点火烟 45AB下面45 那个张三爸爸很有钱那一句 我们先上到这边休息10分钟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然后请大家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43 对不对 42 是不好的 可是45是好的 张三爸爸很有钱这一句 我们先上到这边休息10分钟 好 好所以刚刚的问题同学们想出来什么说 怎么说 42 张三我看见了爸爸 就只是怪怪的哦 可是呢 张三爸爸很有钱 但是好 这是把零属的张三移到话题的位置 我们同学要代表发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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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底女貌说不看 45这一句不好 鱼感是没问题吗 对不对 可以吗 鱼感上面 42是不好 但是45是好的 对不对 好 鱼感没有问题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什么声音啊 狗鼻的 OK 情境没有想法 那其他东西有什么想法 会呢 还是义华 有什么想法 张三我看见了爸爸 意思是 我看见张三爸爸把张三 话题话 张三 爸爸很有钱 好像又好一点 这个要看哦 你怎么看那个 爸爸前面的那个空 空的成分是什么 那 嗯 刚刚说那个 ECP MT Category Principle 或者是所谓的 FEC Free Empty Category 其实他们对这个空范畴 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好 假设是代词 像是那个 上次讲 控制结构里面的 PRO 有没有 用大写PRO Prono 空代词 它的那个 紫色条件 跟一味的 那个 trace 就是刚刚写TI的那个东西 它的 紫色其实是可以很不一样 OK 那 呃 这边这里的差异 42张三我看见吧 你看他爸爸他是看见的 后面兵语 但是是 呃 兵语的零属者 佐芬芝嘛 对不对 那右边这个呢 你看到45 张三爸爸很有钱 是很有钱的 主语 是张三爸爸 对不对 哦 所以一味来说哦 如果 根据他那个 移的远近 跟移出的结构 复杂度 可以有 合法跟不合法的差异 这是我们刚看到的嘛 那个 远距跟那个 孤岛的差异 对不对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 这个讲一这边 后面又没有写到 他叫做 住宾与不对称现象 看到吗 42 张三我看见了爸爸 他是看见了的 冰语 里头的左分支 可是呢 爸爸 张三爸爸很有钱 他是 很有钱的主语 是不是 所以除了那个移的远近 还有移出来的结构的复杂度之外 能够影响一位好跟不好 还有他所处的位置是 足语或冰语 这个我们叫做 足冰语 足语 subject object asymmetry 的其中一种 好 那以前那个黄振泽 曾提出一个 ECP MT Extraction 对不起 CED 我不是要讲ECP 我讲CED 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 Extraction Domain就是提取的范域 提取的那个范围 提取的范域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说呢 只要提取范域是在冰语的位置 就是他是被允可的 通常我们如果用结构C command 的关系来看的话 冰语是通常比较下面Basic command 足语则是比较没有Basic command 的位置 好 那 所以呢 冰语通常 对于一位来说 他是比较OK的 所以像你看孤岛里头的 足语孤岛 他就是足语嘛 还有负责NP 如果也是坐在足语也是很不好 附加语也是 他都是没有允可的范围 好 这是CED主要的那个 嗯 精神啊 精神 好 那除了呢 除了刚刚讲这个的话 足语与不成对称 念想还有很多很多不对称 好 像我们看一下46跟47 张三喜欢的人很多 47 李四 因为批评了张三 所以没有人要他 好 那 呃 46是喜欢的冰语 47是 呃 批评的主语 好 46 47看起来也是跟前面讲的什么 复杂NP 还有左分支 还有附加语 附加语 附加语啊 孤岛 是相违反的 因为这些情况4647句子其实是好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主兵语不对称现象的结果 OK 好 兵语位置呢有孤导相应 但是主语位置却没有 那让我们思考什么 为什么只有汉语是这样 比如说英语其实没有这样子的 macro a doll 莊正正就认为這是因为课语� 所有论言未知都允许小P小RO就是空袋子的一种 空袋子就有好几种 大P小RO出现在不定词组的前面的主语 那是控制理論來決定他的指設對象 所以比如說 John ask Mary to come 那個to come的come不是也是動詞嗎 那英語裡頭不是說動詞都要有主語嗎 John ask Mary to come 那to come我們一般在英語文法你也學過 叫做不定詞組嘛對不對 不定詞組是原型動詞 然後主語是空的 所以就是大批小RO出現在主語 那那個小批小RO的話是漢語說 瑞語文字我們都認為是小批小RO 這些pro這些大pro小pro的分布 其實是受到了45這個原則來管的 這個GCR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其實空代詞它的指標要怎麼指設 我們是用48來指 知道我現在不講進去 因為它裡面很多內涵比較複雜 還有很多預料要說 所以大概知道就是一個空代詞 他要必須找最近的臨近的成分去跟他同質 所以比如說 John ask Mary to come 那個to come的主語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找marry 所以marry就是John ask Mary 然後marry to come的意思 那漢語一起基礎生成的pro跟非論語管數的 的東西同標 非論語管數就是所謂A8的地方 也就是說漢語的pro可以作為 副值代詞就是所謂的建議代詞 那因為GCR只會找距離他近的 不像其他一位一樣受到subjectancy或孤島條件的影響 比如說49 這也是一個例子 李四唱歌的聲音很好聽 李四啊我很喜歡唱歌的聲音 李四唱歌的聲音很好聽 顯然就比李四啊 李四我喜歡唱歌的聲音好得多 但是明明唱歌的聲音 它是一樣的結構啊 如果是49A是一個孤島 49B一定也會是一個孤島 他結構就長一樣 都是唱歌的聲音 只是一個出現在竹語 一個出現在冰語 所以竹語跟冰語的 不對稱形有出現 對啊 對不對 那這時候他的解釋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一這個地方 他其實是一個pro 這個 那這個pro呢 他只能找最靈近的對象去找他的直射 所以李四唱歌的聲音好 其實是李四唱歌 不會是別人唱歌 可是當你說李四我很喜歡唱歌的聲音之後 其實那個李四他的直射對象中間隔了一個什麼 我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直射到李四 因為他只能找到最靈近的 就是你如果看剛剛那個48GCR 控制原則 空代詞必須跟最靈近的前置 來同標 OK 所以49B就不可能是好的 49A才是好的 OK 49A跟49B都不能由一位導成 那一樣他如果一位都是不好 如果好就是一樣好 不好就一樣不好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是 這個他是認為是一個孤島 所以兩個都是孤島啊 所以如果49A好的話 它是基礎生成的 OK 49A基礎生成一個PRO 這個PRO以話題同標 受到最靈近的Cperman 在複雜人品 也受到適當關輸 然後49B呢 他最靈近 而且最有可能C同志他的對象是我 所以這表示PRO一定要跟我來同標 而不是跟李四 否則就會成為認知 那關於李四我最喜歡自己唱歌的聲音 或是關於李四我喜歡唱歌的人的聲音 其實這個都是這兩個註解都好 這兩個解題解讀沒有話題還有評論 裡面必須的Aboutness 你如果把它只設成那個這個唱歌的聲音 是任一個人唱歌的聲音的話 這也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話題跟評論必須要有Aboutness 必須相關性嘛 對你不會Random 你說喔這裡是空大一詞 可是我沒有指到前面任何一個對象 就是一個 比如說李四小美唱歌的聲音很好聽 其實也是不可能的 OK 好 所以我們對主語座的聲音 那接下來後面要講的是 嗯 從句的句子孤島裡頭提取冰語 比如說 剛剛我們看過的45A跟45B 這本書李四看最適合 還有小明我覺得李四照顧最安全 然後還有這裡的50 這個小孩李四照顧最合適 這幾個句子有什麼共同點 這幾個句子的共同點知道 這個小孩李四照顧最合適 他都是從 一個句首的孤島 就是在句子最前面的 比如說李四照顧某某人 這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移出來 所以他是一個 是50A這個 他是一個最合適的主語 但是主語是一個複雜的主語 對不對 他是一個S 是一個小句子當作主語 然後又從這個小句子裡面 提取他的冰語這個小孩 看得出來嗎 所以他其實是這個句子的開端 就是句首的成分去提取的 而且他提取的是冰語 通常這種情況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主冰語的 不對稱性 其實他都會好一些 那你看50B 張三批評的人很多 其實你的解讀是張三 是被批評 還是張三是批評別人 張三 我用跨題的那個 張三啊 批評的人很多 張三是被批評的 還是批評別人的 他其實是冰語 你很難得到主語 對不對 主語是這個被relativize 被關係化的這個人 什麼什麼的人這個人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某個人批評了張三 當你說張三 批評的人很多 是那些人很多 然後那些很多人都批評張三 張三是被批評的角色 所以他其實是從冰語來做提取 那黃正德的解答就是說 因為內籤句裡面 他本身就有話題結構 所以呢 他可以允可 他可以允可 小句子或內籤句裡面 出現的小Pro 他的指射 OK 這也是一個技術性的解答啦 就是你就說 欸老師你剛剛講說 那個Pro 小Pro的話 他如果出現在某些地方 他沒有辦法指射到前面的話題 其實是不好 因為他必須要是最近的 對不對 那你說啊為什麼有時候又可以 那比如說張三批評的人很多 他前面名有一個主語 也是空的主語 那為什麼你能夠指射得到 我這個小孩 理事照顧最合適 他是冰語啊 這個I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指射這個小孩啊 那不是跟你剛剛講那個 什麼最寧靜的 廣義的 廣義的什麼 代詞指射原則 不是想違背了嗎 所以黃正德就說 這裡的解答是因為內籤句裡頭 他也有話題的關係 所以這個Pro呢 其實是在這個 小句子裡頭就得到了指射 他不需要指到比較遠的 那個這個小孩 OK 好這個似乎是個合理的解釋 但是有時候話題也被 允許在內籤句內的關係重聚的 句子主語出現 100句張三那個小孩 他不喜歡沒有關係 那個小孩是 他不喜歡的冰語 張三是他的指射對不對 100B那本書他不喜歡的那個人來了 其實是他不喜歡那本書的那個人來了 對我來說很難啊 很難得到那個那個小孩是他不喜歡的冰語 我覺得100A跟100B都是壞句子 但是黃正德書裡頭覺得他是好句子 100A跟100B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話題那個小孩其實是在小句子 他不喜歡那個小孩 只是這個小句子恰巧是沒關係的主語 對嗎 看得出來啊 那這裡有沒有話題話 有啊那個小孩被提到哪裡 主語他的左邊啊 他不喜歡那個小孩不是本來就是一個句子嗎 那話題的位置就是本來在他的左邊 這是合法的嗎 這是一個對的 他的operation很簡單 就是只有在小句子裡頭去做 內籤句裡面去做話題話對不對 那100B是什麼 也是他不喜歡那本書 整個是修士語 但是那本書被提取到他不喜歡的前面 修士語的小句子 就是內籤句裡頭也是一樣去做話題話 可是這個話題話沒有一道句子的左邊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句子是可以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這個句子是不可以 像我的截圖就是不大可以 其實就會有問題 因為話題話其實是 這為什麼在小句子裡頭不行 那你說老師那個 100A裡頭的張三 他本身也是個話題 他是大句子的話題話對不對 張三啊 什麼什麼事情沒關係 那個小孩他不喜歡沒關係 這兩個有衝突嗎 其實不一定有啦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有關係的話 像是100B這樣子 受到關係算值 Velative operator的限制 其實不常常是 並不一定常常可以這樣做 然後有時候要看後面的疑問詞 與關係詞相互作用 所謂最簡約的概念 他的討論 看到第101句 我不喜歡理事批評張三的態度 我不喜歡張三啊 理事批評的態度 這是剛剛講的這個關係話的 我不喜歡有一個兵語 那兵語是複雜兵語 複雜兵語是什麼 是個複雜名詞組 名詞組裡頭有個小句子 理事批評張三當作修飾語 修飾主要的名詞態度 我不喜歡理事批評張三的態度 我不喜歡理事啊 我不喜歡張三啊 理事批評的態度 請問101A跟B之間差異在哪裡 發生了什麼事 跟剛剛100句有沒有一樣 他也是在小句子裡頭去做一個什麼 話題話 話題有沒有超越小句子的範疇 也沒有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101B句子是不好的 有沒有看到 可是呢 100B卻是好的 看到嗎 差異在哪裡 這個要看你的那個疑問詞跟關係詞 它相互之間的態度 相互之間的作用 就是那個的 整個修飾語裡頭 你是移動的哪一個 是小句子裡頭的主語還是兵語 那以100B跟101B來說都是兵語嘛 對不對 101B也是張三其實是被理事批評的人嘛 只是他哪來當修飾語秀式態度 我知道李四看見張三的地方 我知道李四張三看見 嗯 張三啊 李四看見的地方 102跟101是一樣的 他的不好的地方跟100其實是不一樣 有時候話題可以在內遷句內 可是如果他是關西子句裡頭 句子的兵語就會不好 足語就還好 OK也是一樣可以用剛剛51來解釋 黃正德書的51 小句子裡頭的主語其實是 紫色是有另外紫色的對象 他已經在句子 小句子裡頭就完滿了 OK 那最後了 在這些情況之下 兵語不能與孤島外的話題共同 103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移出了那個小句子 他的話題話已經移出了 比如說張三理事批評的態度很不好 有沒有 本來是理事批評張三 你看103的A跟101的B 都是張三批評理事然後把那個被批評的對象去做話題話 可是101B他沒有移出小句子 103A移到最大句子的左緣 有沒有看到 張三理事看見的地方離這裡很近 所以103A跟B 跟前面不一樣的是他已經移出了大句子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 103A是可以的 103B是不可以的 那黃稱的游泳 103A跟103B的差異是基礎生存跟一位退道的區別 這個我們不用太管他 他只是要找一個合法 但是你要知道這些語量的複雜 就是說 在這邊比較重要的東西是 為什麼有時候話題話 我移到明明話題話很短 而且是在整個中間 他沒有違反孤島 我們剛剛講長距離可以 可是孤島不行 因為結構很複雜 你移東西出來本來就不能process 人類沒辦法process這種複雜的次序嗎 放不回去 這是有道理 可是現在討論的是移的東西 我以小句子的話題為止 小句子的左緣跟大句子的左緣 為什麼反而大句子的是好的 移出來的是好的 可是在小句子裡我也沒有移出孤島 為什麼反而不好 OK 這個意料上你可以去想 那技術上的解決的話 課本當然會有一個說法 他就是繼續在說 那可能有的是深層的 有的是基礎深層的 像那個大句子那個是基礎深層 他擺著在那裡 所以你說他遺言 沒有他沒有遺言 他是基礎深層 這也是可以的 OK 這是一種解釋的方法 那 嗯 有些同學可能會覺得說太牽強 就是你為什麼這個情況 就用這種原則解決 那那種情況你又說 喔其實不是因為 那是因為基礎跟一位的差別 OK 那這 呃 如果啦 如果你有比課本更好的解釋 我歡迎你在作業裡或是 呃 期末報告裡去提出來 或是私底下跟我講 也很好 如果有一個原則是 一體適用所有的語料 都得到相同的解答 那而且他是最精簡的 那台音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規則寫出來 可以解釋100條語料 你很厲害 就可以解釋度這樣 可是如果你的語料 可以解釋101條 那這個規則就會是更好的 這是原則上 解釋度越高 那另外一個原則說 如果你講出來的語法 是一句話就講完 可以解釋100條 可是呢 你要另外一個人要講三句話 才能解釋100條語料 一樣 還是要最精簡 是講一句話 就解決的是比較厲害的 對不對 所以解決的辦法一定是有 那課本這樣也是都會有 你一定他都可以解決 只是說你有沒有appreciate 你有沒有什麼喜歡他這個解法 或是你有沒有更好的解法 那有些人也是 關於這個我要最後講一個 就是有時候我們是站在人家後見之明 就是你看人家解這個題 就是這個解法 你很容易可以看到出他的漏洞 原因是因為我們站著後見之明 我們在時代 時間的比較後段我們回去看 可是當時他可以想到那個東西的話 可能已經是一個很創新的創舉了 那如果今天我們不能講出一個更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已經沒有比人家好 因為我們正在人家的時間的後面 我們看的更多了 累積了更多經驗了 看到更多的文獻了 那如果我們要去引用別人的時候 就是你們寫報告 我也是鼓勵你們 盡量就是給別人credit 給別人credit 就是有些人寫文字很喜歡說 你看那個AAA講這樣子他是錯的 那BPP講這樣子 你看其實漏洞很多 那CCC講這樣子 其實他不能解釋怎樣怎樣怎樣 都講得好像A也不好 B也不好 C也不好 我最好 但這是一種必然的 所以有人說這叫Critical thinking 這個也沒什麼 Critical thinking當然是好的 但是在說法上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說 A解釋了100條 他的好處在哪裡 為什麼他可以解釋100條 可是我可以解釋1000條 對不對 就是先給別人credit 不是用那種負面的說 你不好所以我好 因為你講人家不好 講人家笨的時候 沒有讓你比較聰明 或你更對 OK 所以就是寫文章大家要注意 好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 總歸基礎生成跟推導的區別 還有PRO的詮釋 就是可以解釋很多不同不同 語料的分布 還有基礎生成的話 跟PRO看起來有點像儀位結構 最重要的是最後兩點 EC的存在跟不存在 EC就是MT category 空範圖到底有沒有 然後還有EC到底是trace 是一位的一個結果 還是它是一個PRO 因為它基本上講 就是說如果你認為這個話題是一位生成 它就是一個trace 對不對 如果你認為這個話題它是base generate 那你就需要一個PRO來解釋它的詮釋 好 所以這個關於話題的這個內容 我們所有要講的東西就大概到這邊 另外有一個文章是上傳在MTU CORE 是關於老師 老師是寫了一個兵與前置 就是SOV與序的一個文章 你們也可以去看 想要如果有什麼想法或意見的話 都可以提供我來參考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講義裡頭有講到 就是SOV它移動的位置比較短 而且不是無界依存 不是可以圓圓的 然後還有就是SOV的語序 它必須要contrastive 張三豬肉吃 那很奇怪的句子 可是張三豬肉吃 牛肉不吃就好了 好 這是交點對比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聚法行為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就是這一篇 那可以下載來看 那主要是要討論的那個 冰與前置 這裡的冰與前置 這裡的冰與前置 又比剛剛講的多一種 給大家看一下 話題結構是EA 那本書張三念過 那這一篇文章它是在講這個BCD 這三種 張三那本書念過這本沒念過 這叫冰與前置 還有一種叫連兜句 張三連那本書都念過 什麼連跟兜中間出現的名詞組 其實是本來的冰與 張三念過那本書裡面 張三連那本書都念過 然後還有只有 張三只有那本書念過也是一樣 那基本上BCD我們都叫冰與前置 它都是移到動詞組的左側 而不是移到句子的最左圓 那我們認為句子的最左圓 跟那個冰與前的位置 其實它也都有那個層級 就是不是只有一個 上次呢講到話題不是也有很 可以有topic chain 就是話題也可以有很多個 比如說張三鼻子 比如說大象鼻子長 張三耳朵大 這些類似都是這樣子的 張三身高很高 那張三跟身高 有人跟我說那可能一個是話題 一個是主語 那其實可能還是兩個也都可能是話題 那這邊比較特別是 如果是比以前是一般講 要比較是specific 這個也講過語意的部分 然後呢還有就是距離的限制 你看張三認為李是很喜歡馬力 這個馬力我可以移到認為的前面 它跨越了一個小句子 那連都是不行 就是這個對不起 冰與前置跟連都不平 張三馬力認為李是很喜歡不行 張三連馬力都認為李是不喜歡 這個是好一點啦 但是還是怪怪的 那可是呢如果是張三認為李是那本書讀完 是可以張三那本書認為李是讀完 跟張三連那本書都認為李是讀完 這個30b跟29c就有差異了 你們覺得張三那本書認為李是讀完 移到上一個大子句的左緣 動詞左緣 然後我30b是張三連那本書都認為李是讀完 一個是連都一個是沒有 就是簡單的冰與前置 29c跟30b差異存在嗎 如果你們覺得沒差那就冰與前置的都一樣 那如果你們覺得有差的話 冰與前置跟連都句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啊 然後當然我也測了孤島 孤島就是你能不能移出來 一個附加語連都能不能移 然後跟冰與前置能不能移 然後還有就是歸位下音我有測 我是用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是要近距離的 就是Binding Principle A的 所以我測了 我那本關於他自己的書被張三搶走了 我連那本關於他自己的書都被張三搶走了 是可以的 可是話題是不行的 那本關於他自己的書我被張三搶走是很不好 那這個不好有可能就是 因為Binding Principle A的違反 那你即使把他規見回去其實都不好 然後還有We Crossover We Crossover先不講 然後翻譯也不講 反正大致上就是 我認為冰與前置跟連都的焦點 因為其實有一些行為上的不同 像52就整理的表格 這邊文章可以歡迎大家去讀一讀 然後還有什麼意見想法都可以跟我說 那你如果讀了這篇文章 你寫個email給我讓我知道 那我有另外的問題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大概是這樣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有些細節 有些細節 會有些細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